你还年轻 多得饰演主角的机会 这话你不该跟我说 你应该问问导演和观众 啊 今日新生代女性凯西和演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得饰演主角的机会 这话你不该跟我说 你应该问问导演和观众 啊 赵老师 你怎么不按照剧本来演啊 你刚才应该跪下 然后说算你求我了 我才能接下一句话呀 我不说出这句台词 你就没法往下演吧 可是我们演员 应该尊重编剧老师 啊 那个那个 那个谁啊 这句词很难嘛 啊 为什么不按照剧本上来说 因为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哭 更不会跪下来求他 你怎么知道角色不会这么做呢 因为我跟他一样 这也是我孤注一致努力了很久的机会 如果我会卖惨 哭着求上位 也不会入行十年了 还在这里像白菜一样被人挑选 那不管怎么说 私自改剧本就是你的不对 你有尊重过对手吗 有尊重过这次的试镜吗 有尊重过导演 还有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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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下去吧 可是导演 我没有错呀 我说的不是你啊 你也下去吧 下去吧 你不是说这俩人最适合的吗 这演的什么呀 是 是 导演 你消消气啊 是这样 导演啊 本来呢 我是没让赵门人过来的 是他 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是左一个 右一个 真给我打的 倒是这个凯西还不错 年轻又漂亮 还很听话 这赵门人演过什么 怎么看她有点演书 赵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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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出道那会儿吧 小火了一阵 不过三年都没有戏拍了 而且啊 三十了 接下来的行程呢 施静这边就算完了 还有就是导演那边约你晚上九点 在哪儿 绿地大酒店 绿地 为什么去酒店 暗卷吗 你也不要抢太多 赵门人他都三十岁的老女人了 肯定抢不过你 谁不知道少女感这种东西啊 是演不出来的 我听说啊 这个戏的导演最讨厌整容脸了 表情都做不出来 还怎么表演 你看在门外候场的那几十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你觉得十年以后 她没有几个能留下来 青春就是这样 就算没有才能 站在那里 也会有人说潜力无限 可是最后能留下来的 不过一两个 希望等你三十岁的时候 还能像我这个老女人一样 站在这里教训后背 还能付得起 你这伶牙俐齿的助理工资 你听见了吧 前辈说得对 能占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所以合同还没落定 谁都有机会 你说是吧 各凭本是吧 2020年10月28日 夜间有短时雷暴 请外出的市民注意防护 角色搞下来没有 让董通知 就知道不能让你自己去 你干嘛自己改戏啊 这一下吧 还没出结果呢 都不一定 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我丑话说在简单 这个戏的导演 我们可得罪不起 还有 你之前欠了那些违约金 再不还就不好弄了 能不能换点别的词啊 也可以 干帮 干杯啊 赶嬷 打的 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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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谁啊 喂 东西都收到了吧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又不是高竞圈子了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 这是你录的 还是从别人那儿搞到的 这和你没关系 赵小姐 你现在应该思考的是 你要不要买我这段录音 你勒索我 赵小姐认为她值多少钱呢 不过是一段 什么也听不出来 酒后胡言的录音 我买了它 拿来咱表演教材吧 什么也听不出来 好的 那我就放到网上 让网友们听听看喽 赵小姐再见 等等 你钱多少钱 一千万而已 不算贪心的 你疯了吧 我哪儿来一千万 那你就等着赔我预约金吧 好家你的商业代言和代播的息也不是很多 我给你三十六个小时 我给 我们六头条件 等等 做个交易吧 我保证 你能赚到的钱 至少分两倍 我还是要赚到的钱 我为什么要赚一个环球 今晚九点 绿地大酒店 能拍到什么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和静雲浩修完救了 你怎么这么早回房间啊 老板临时让我发个工作邮件 回来加个班 我再加一个班 我今天为什么要拿来 那你辛苦了 你在忙什么工作呢 你什么时候 关心起我的工作了 我一直都很关心啊 女朋友嘛 关心你是 应该的 你喝酒了 没有啊 我早见了 那怎么感觉 你跟变了人似的 没有吧 你的错觉 你还没告诉我 你忙什么工作呢 你自己过来看呀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又不是什么机密文件 想看待风 随便跳 好了 我也看不懂 你忙吧 还说你不是像变了的人 以前我和老板的聊天机 你都要翻个底朝天 说吧 你把我女朋友藏那儿去了 那 现在学会尊重你 不好吗 好好好 现在的漫儿啊 是最好的 以前的招办要来换 我也不换 那个 之前的事情 是我处理得不好 所以 你们看新闻了吗 没啊 怎么了 那你现在快看一下 当红音乐员凯西 于今日上午在公寓自杀未遂 现已在市医院抢救 据传言凯西自杀 是因为前日报处的负名 你想起天爱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自杀了 不 不可能